佩吉诺的人物的这个双手核实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什么样呢 注意 这两个手就这样 是这个样子 看到了吗 是这样 是多尼夫妇双连画 那么我们可能就知道了 在接下来漫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还是要分享拉斐尔的一生 我精选了30副作品左右 大概30副 是在他不同的艺术人生时期 也就是他的人生生命当中来绘制的 我们就以这些内容作为时间轴线 来展开对拉斐尔的学习 好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上年课我们讲的是 多尼夫妇双连画 那这俩人呢 是明确的写在佛罗伦萨的城市历史里面的 他们可以算作是 从我们历史的角度讲 就是最早期的资产阶级代表 名门望族的资产阶级代表 那可能你就会有这样一个错觉 拉斐尔的这个义务生命 是不是主要是在佛罗伦萨这地区展开的呢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们梳理一下 拉斐尔整个的一生的不是很长 不到40年的时间 实际上他有怎么几个重要的城市 如果你听过我们前面还是音频课程的话 其中有两期 讲的就是拉斐尔的开篇的部分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书节前前前闻了 我们已经知道 拉斐尔是出生在画家世家的 也就是他的父亲 乔凡尼丧角 我们可以称为老丧角 他是一个 从名气上讲的话 算二流的画家吧 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画室 说明他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拉斐尔就是这样的一个画二代 可以这么说 他说画二代啊 因为他是画家的孩子 是不是 但是作为画家 二流画家的父亲呢 他其实是想把自己孩子培养的更高一点 于是呢 就给他找了一个新的老师 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 这个新的老师就是在佩鲁甲地区享誉盛名的啊 佩鲁吉诺啊 佩鲁吉诺 这个佩鲁吉诺其实不是他的名字啊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城市的 用这个城市来来给他起 一个戳号也好啊 带号也好 反正我们在这个艺术史上经常看到的 他就被冠以这个名字 佩鲁吉诺啊 你可以这么讲 既然拉斐尔的启蒙 是在自己父亲的画室里面完成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在进入佩鲁吉诺的画室的时候 就不是一个白丁 甚至是有一定的水准的 我们可以这么讲 叫代艺投师 代艺投师 这个好的顶级的老师 其实一般来说也不会收那种白丁的徒弟 所以这么有灵性的 还有一定水准的孩子啊 然后温温而养的 很好啊 从小教养在蒙特菲尔特罗公爵的宫廷里面 所以我也愿意收这样的孩子 作为我的徒弟啊 那么这算是一个良性互动循环的过程 那么拉斐尔呢 就学到了佩鲁吉诺的 这个艺术上的基本的内容啊 我们可以这么讲 当你把拉斐尔一生全部学完以后 你会发现 他在他的一生当中 不停的工作 学习 然后变异 这就是他的一生 所以他有一种能力 就是快速的吸取每一个老师的能量啊 第一个不幸被他吸干的 就是佩鲁吉诺啊 佩鲁吉诺是我们结束了拉斐尔的这个 分享之后 马上会跟进的一个 大师级的人物 所以关于他的一生 以及他的这个整体的艺术风格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只是浅浅的给大家先聊一下 在整个视频里面 此时此刻你会看到我的剪辑 你会看到这个佩鲁吉诺的一个作品啊 佩鲁吉诺的作品呢 我们说人物造型来讲啊 有这么几个特点啊 他这是早期的文艺复兴 中早期的文艺复兴的画师了啊 所以他带有浓烈的一种 哥特时期带来的这种风格 尤其无论是佩鲁吉诺 还是拉斐尔的爸爸 他们实际上都特别钟情于北方文艺复兴 就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 那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上一刻就说过了 是弗兰德斯艺术啊 更哥特一点的 那么体现的几点呢 首先纤细 而且呢 是呈S型啊 这些呢 就能表现出人的一种优雅感 但是从这个形态里面 你就会明白 这些画师是没有系统的 我们可以叫做艺术解剖学的训练的 他们对人体的整体的骨骼啊 肌肉的原理啊 不是很了解的 所以佩鲁吉诺的作品虽然表现出来人物都非常的优雅 很纤细 然后摆着一个这个很古典雕塑的那种S型啊 这个对立平衡的姿势 但实际上他没有内部解剖学的这个支撑 你就会发现他非常非常的无力 可以这么讲啊 无力 这是整体的这个身体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势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就比较漂浮 这是他的这个艺术特点之一啊 第二个就是啊 你看到所有的佩鲁吉诺的作品 他的人物都有个统一的面相特征啊 面相特征啊 虽然长得不是很一样 但是有个统一面相特征是什么 虽然头很圆啊 头特别圆 即使是女性 比如说这个莫大拉玛利亚啦 其他的圣女啊 或者是这个圣母本身啊 你就多少都觉得有一点秃头啊 就是发际线比较往后啊 而且很贴合这个头骨 很圆的头骨 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就是 他什么东西都画的很圆 比如说眼睛 这个眼球也很圆 而且上眼肩就上眼皮啊 很明显的变成突出 就是有点像 用我的话讲 就是鸡鱼眼 很像鸡鱼的眼睛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特征 还有就是 他既然有这个身体的S型 很纤细的 鲜鲜的样子啊 那么他的很多飘带啊 头发啊 也表现出很飘逸的感觉 这个也是他个人这种风格 要说 佩鲁吉诺的这个人物特征当中 最大的这个风格是哪一个呢 我仔细看了好多作品 他这里最明显的是佩鲁吉诺的手 他画的人物的手啊 好 两个手 我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他画的都是宗教画嘛 宗教画里面有很多 全部都是双手合十的样子 对不对 好 那么在佩鲁吉诺里的作品 这个在早期的拉斐尔作品里面 也会体现出来 就是这个双手合十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在这个文艺复兴早期 甚至是哥特时期的时候 人们认为这个小的手指 就是小手指的翘不翘起来 直接就影响到你的这个 怎么说 优雅的程度啊 所以一定要翘小手指 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觉得 这就是兰花指嘛 但是这个东西一定是有他的这个传承的 反正从西方就是这么来的 佩鲁吉诺的人物的这个双手合十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什么样呢 注意 这两个手是这样 是这个样子 看到了吗 是这样 就是这两个呢 更翘一点 然后形成这样一个形态 都是这样的 然后底下就不能并上了 底下就是这样 好 这就是佩鲁吉诺的这个祈祷的手势 大家看到 他大量的都是使用这种手势 我们可以对比画作 特别明显 那么拉斐尔早期作品里面 体现出来都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就是简单的去聊了一下佩鲁吉诺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外部的特征啊 我们在讲佩鲁吉诺的时候会专门做影片的时候呢 会更细致的去聊他的生平啊 他是怎么形成这种状态的啊 我们现在最起码你知道哎 你一看这种观感 十有八九是佩鲁吉诺的作品 那么跟他学习的代艺投师的小拉斐尔啊 这个时候拉斐尔大概是十五六七岁那个样子吧 然后通过三四年的学习三四年左右就把老师洗干了啊 这就是他的这个从艺的部分这是我今天第一块要分享给大家的 第二块呢我们就来讲他这个基本上处于毕业状态的时候 然后开始呃接了这个定件 因为当时做画师最重要是一个职业啊 不是什么艺术追求是职业呃 在这个地方呢啊 瓦萨里他的这个意大利《意愿名人传》 我们主要就是依靠这个传记来讲所有的艺术家的 在这里有明确的记载啊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瓦萨里在这一段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众所周知 拉斐尔学习皮耶特罗的绘画风格是 在每一个细节的模仿上都异常的逼真 以致他绘制的肖像与老师的手迹如出一辙 真假难辨 好注意这里边有这么几个词我要解释一下 他说他是在给这个皮耶特罗的绘画风格进行模仿 皮耶特罗又是谁啊 皮耶特罗就是佩鲁吉诺的名字 皮耶特罗是一种翻译方式 其实就是彼得 比特罗啊 皮耶特罗就这个单词 然后呢 瓦萨里在这里明确的讲到说 他在模仿老师的风格 对于模仿 我们今天觉得都不是创作 就是模仿 那个年代不会被别人瞧不起的 因为你是学徒 你最重要的就是模仿老师 要不然你跟他学什么呀 是吧 那在这些众多的模仿当中 你要有自己的融会贯通创制 那你自然就成家了吧 一般的你就是学徒嘛 那拉斐尔在漫长的 后来的生命当中 不停的工作 学习 模仿各种人 然后读成一个风格 这就是他的特点 也是他伟大之处 好 我们紧接着在这个文章里面 就会看到 那这个 瓦萨里说 他现在我要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佩鲁甲的圣 弗朗切斯克教堂 其实就是圣方 几个教堂 这里边有一个给这个奥迪夫人 奥迪夫人 她是一个赞助商 应该就是 当时有钱人嘛 赞助 然后呢 出钱请这小画师 就是拉斐尔来画一幅祭坛画 献给这个生物 方几个教堂 祭坛画啊 肯定是巨幅的 那这个作品呢 我们今天是可以看得见的 当然你摸不着啊 不能摸 这个作品呢 是在1502到1503年完成的 那那个时候 大概拉斐尔就是20岁 20岁啊 你把这个年龄一还原 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 这幅画尺度也非常的大 今天藏在这个 梵蒂冈的博物馆里 绘画馆 主要就是绘画 在锦里面有个很大的骨子 就是拉斐尔的 可以称为拉斐尔亭 里面中央部分用大链子 吊的三幅最巨型的拉斐尔作品 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幅画 好 那么这个作品呢 是圣母升天 或者叫做圣母加冕 圣母加冕 他升天以后就加冕吧 这个画呢 是一个木板画 木板画 然后我要讲一下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其实意大利地区大量使用的 还都是蛋彩 就是鸡蛋 蛋彩 但是呢 因为他的爸爸 以及佩伍吉诺 特别喜欢北方文艺复兴的内容 而北方已经开始使用什么 油画 我们对西方艺术是有点了解 都是油画这东西 就是从尼德兰地区开始创立的 杨范埃克创立的油画 所以从这幅画是油画 而且还是 这个拉斐尔早期作品 你就会知道 它带有了浓重的 这个拉斐尔早期被训练的结果 就是这样 不仅在身上 这里面所有人都带有浓烈的 佩伦吉诺的特点 一会儿我们会去讲 还有就这个油彩本身 就是代表了他这种北方类型作品训练的一个特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来把这幅画的这些细节分享给大家 这部作品 首先你看到 它是一个拱形的 因为它是个祭坛画 所以我们先从外形开始讲起 拉斐尔和其他两节不一样啊 像米开朗、其罗、达文奇会各种招式 拉斐尔主要还就是画画 所以呢 做画框的事估计也是外包给别人的 我们现在看 这画是一个拱形 对不对 它是大型祭坛画 是要摆在那个地方啊 所以呢 它外面的一个框呢 我们想象 它有可能是个长方形的 然后把它镶在里面 那长方形 它如果是个拱形 左面右面上面就会有一个空缺 那里面可能会有画板 但不一定是它画的 然后这个在瓦萨里的行文当中 明确记载了 这幅作品底下还有三个小块 那就说明这个大型的画框 古代的时候画框不是画框本身 它是当一个建筑来做的 就像一个教堂立面 所以这幅画的中间 底下呢 还有建筑结构 这建筑结构里面呢 就会留三个小块 也是由这个拉斐尔完成的啊 明确的写在这个书里面 这三幅画呢 是这个圣灵感孕 也就是拉斐尔 不是 也就是这个大天使加百列 在跟 那个圣母说你要还原了 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降生 降生就是三博士来朝 耶稣降生 第三个就是这个圣山显荣啊 表现在徒弟面前 表现出来他是神的样子 其实底下这三幅 讲的就是耶稣的三个人生经历 这是当时天主教里面最重要的题材 那这个作品的主体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主体 主体实际上是以二分之一构图的 那上面就是天国 下面呢 就是人间啊 圣母升天 然后加冕嘛 上面其实很简单 人们对天堂的想象特别简单 因为他也没见过 是吧 就是云彩啊 然后有奏乐的天使啊 有气氛小天使啊 这部分你会看到天上飘的那种 只有一脑袋 然后有翅膀看起来挺吓人的啊 这种就是气氛小天使 准确讲呢 就是唱个歌啦 或者撒点花啦 注意撒花 这是一个点 旁边那些呢 就是奏乐天使 看到了 有的是弹竖琴 有的拿了一个铃鼓 然后右边这些呢 两个那个拉小提琴的 好 这是奏乐天使 我在这里要多说一句啊 我们这两年可能关注国内的会更多 那你一定会关注过敦煌对不对 敦煌里面就有各种飞天嘛 就被人们就是津津乐道 飞天你想想有几种类型 飞天其实主要就是两种类型 一种就是造气氛的 主要就是撒花啊 在在这个佛祖的脑袋上面撒花啊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奏乐的最著名的反弹琵琶嘛 那个不就是飞天在奏乐嘛 我们还看到飞天有吹排销的呀 吹笛子的呀 还有弹空喉的呀 其实就是中国的树琴嘛 你有没有发现这东西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上面人 从什么圣母耶稣变成了佛祖 思路上面全部都流行的一种模式 你不能说天使是中国的东方的 还是欧洲的西方的 在整个的这一条 这个丝头之路的带上 所有的文化其实都是有融通性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敦煌壁画上天使 不是这个飞天其实就是西方天使 我们看中国的这个是一种仙女的形象 那到了那边就是小娃娃 或者是很漂亮的美少年的形象 其实他们的身份都一样 就是天堂上的气氛天使 排不上班的 就是属于那种气氛级别的天使 好 那么中间呢 就是耶稣和这个圣母玛利亚俩人 这个虽然你是我儿子 但是从神性讲的 说你是上帝的一部分吧 就是这个三位一体 对不对 所以玛利亚就要接受加冕这件事情 是对他的最高的这个荣光 这个就是普通题材 我想讲给大家的呢 主要是两个点啊 第一个就你看他的配色 看到了吗 这个在西方的绘画里面 这是一个基本知识啊 大家一定要了解 话重点了啊 就是只有耶稣和玛利亚可以穿红蓝配的衣服 看玛利亚是什么样的 是这个里面是红的 外面是蓝的 耶稣这边耶稣呢 是里面是蓝的 外面是红的 那你说俩人穿的虽然相反颜色 也有点重复 对不对 所以拉贝尔在这里做了一个小的调整 就是他假想设计成 就是圣母外面照的这个脱颊 他有一个李子 是绿色的李子 这样呢 就会加一点活泼的元素在里面 就不至于左右这俩人 这个颜色过于单调啊 好 这个点 还有你看这个 就是圣母的那首饰 注意了吗 圣母的首饰啊 这样好 优雅的何时 优雅的何时 你要去看一下这个 这上面部分 很简单 没啥说的 好 下面呢 主要就是人 这些人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十二使徒 十二使徒 那我们可以明确的就通过道具 你可以看到有圣彼得呀 圣保罗呀 然后这个福音约翰呀 等等等等 这个呢 就是使徒 使徒呢 有一个特点 我告诉大家 就是你发现了吗 这幅画里面特别明确 就使徒都是光脚的 不穿鞋的 就表现了他这个神圣的使徒的身份 这一点 其实 在这个 我们这个东亚地区 尤其你要是去过泰国呀 或者印度啊 你会发现这一点吧 在清真寺里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当你最神圣的地方 是不是都要脱鞋呀 这就表现了 就是最神圣的地方 是不能穿鞋的 而圣徒干什么 就是为他这个宗教事业服务 那么表示圣徒 所以呢 也会表现出是光脚 就是我们所谓的显族啊 这个是圣徒的一个标配 基本都不穿鞋 当然我们也看过很多作品 是穿着罗马的凉鞋啊 但是这种不穿鞋 光脚 这个属于圣徒的一个 特别显著的特征 嗯 那除了这个这些以外 你看这些圣徒围着一东西 什么呀 圣母升天嘛 圣母死了以后才升天 那首先他作为一个肉人 他死掉了 对吧 那死掉了得埋葬啊 这里面就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的家人观 怎么呢 你仔细想一下 如果基督教里面这些人物都是存在的啊 我们出于尊重他们的文化 我们认为这是存在的 那么他们首先他什么人 他是犹太人 是吧 犹太人是怎么埋葬的呢 他们是血葬 就是放在一个洞穴里面 然后呢 是把人整个用压麻布缠上 外面套一个布套 就放在这个洞穴里面就封上了 注意 他们有棺材吗 他没有 那你现在看到 这个表现所谓圣母升天 他是不是在一个空的棺材里面 然后圣徒看在天上已经加冕的圣徒 这个圣母 对吧 那就说明 他们默认这个圣母是死的 死在棺材里面呢 是石棺 这个我说 为什么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观呢 我们回到最原始的三四年前 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 我讲这个内容 文艺复兴的价值观就是复兴了 表面讲就是复兴 复兴什么 复兴古典的罗马和希腊 然后古典的罗马和希腊的这个艺术品呢 有一个最大的这个价值观点就是 人是死在棺材里面的 尤其是罗马 那这些东西呢在当年就是棺材 但是在文艺复兴时代 那就是宝贝 古典时代的宝贝 今天你在这个意大利的很多核心城市 比如说罗马是最多的 很多有上四五百年以上的一些街头喷泉 他都把这个接水的这个石槽子 其实就是用的这个古罗马出土的棺材 然后我们在很多这个博物馆里都会看到大量的古罗马石棺 这东西呢不仅是石冠 在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最起码它就是古典文化的代表 所以他们就会默认很多事情 比如说这个圣母你已经忽略了他是犹太人这个身份 所以不符合他的藏俗 他用的是石冠来把他藏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件事情首先就是一个主观译造 而是符合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观译造的 所以你看到艺术品当中体现就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好 那么 虽然是罗马石棺 但是他同样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另外一个价值观 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新柏拉图主义 简单讲 新柏拉图主义就是有一个理念世界 而新柏拉图主义里面的这个理念世界传递出来的一个基本意思就是可测量的东西才是最美的 什么东西可测量 当然是数学级的 几何级的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罗马石棺在上面刻了老多东西了 但实际上你看这个绘画里面的罗马石棺呢 你看到什么 直线 圆圈 对不对 全部都是几何形的 这个呢就是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要用特别完美的可测量的一些佛 就是最简约的 我们今天把它叫做新古典主义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玩的 好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们再看 就这棺材里面有什么 它表现了这个圣母的圣洁 有两种花 我来讲一下 你仔细看这棺材里面长了两种花 有一堆都是玫瑰 有一支是百合 那百合代表的就是纯洁 那么圣母呢是纯洁的女孩 然后这个圣灵感韵 是吧 所以表现了圣母的纯洁 所以他要画一个百合 今天你看新娘是不是都是披着纱 然后手里面拿着花 其实最原始应该拿的是百合花 那它代表的就是 每一个新娘都在模仿圣母的圣洁 披着纱 然后拿着百合花 还有就是玫瑰花 这个今天结婚的这个小姐姐们啊 他拿的手朴花比较多的就是玫瑰花 对吧 玫瑰花这东西呢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说是早期宗教的遗存 哎 玫瑰花大家知道它是谁的圣花呢 就是每 就是每一个奥林波斯级别的这个古典的希腊的神 它都有一个代表的植物啊 那这玫瑰花属于谁呢 玫瑰花属于威纳斯 也就是说 它是奥林波斯宗教里面最受瞩目的女神啊 所以在这种概念之下 女神的崇拜还是遗留下来了 其实基督宗教里面应该崇拜的不是圣母 但是天主教呢 就遗留了西欧的这个价值观念 其实就是女神的崇拜 只不过呢把它移到了圣母的身上 另外呢就是这个威纳斯的神圣的植物就是玫瑰花 现在呢也都给圣母用了啊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个西方的最根源的文化内容是古希腊罗马的 这个古典内容你会发现 中世纪的时候的很多基督宗教的内容全部都是换了一个外衣 它还是遵循着他们西方古典的这个价值观念在里面的啊 所以这两个花你看到了圣母以后都要用玫瑰以及百合 它分别代表着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圣洁那就是百合 一个就是古代宗教文化的过渡和遗存 也就是代表威纳斯的玫瑰花 好整体这个作品呢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啊 你在当时这个巨大的画幅面前看的时候你是很震撼的 那是巨大的一个画 而且你想象一下 它要是说装点成一个画框的话 那就更大 可想而知 就是这赞助人叫奥迪的夫人很有钱的啊 当时就人们不惜工本 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捐到教会里面去 来表现他虔诚的信仰 那这个作品呢就是呃 从佩鲁吉诺的画室里面刚刚出图的 而且号称已经唯妙唯孝的去模仿自己老师 已经以假乱真级别的拉菲尔最早的一个定价啊 我们在历史的文献当中可以找到 在历史的现在遗存当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个画 哎呀这是一个穿越几百年的一种可以说就是顶级研学的体验 我觉得非常好啊 好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地方就到这儿 其实你想你做一个老师 你再是大师你心里面也不舒服吧 你最怎么说你也是个人啊 现在有这么一小孩岁数这么小已经达到了你四五十岁的水平 接下来什么样子不可小觑啊 所以在后面的行文当中 瓦萨里就开始用非常模糊的语言说 哎老师离开了佩鲁甲 他到佛尔伦萨去了 但是呢他没有带这学生 我们又看到这个佩鲁 这个拉菲尔也离开了佩鲁甲 他到哪去了呢 他到卡斯特罗城去了 那你看这个老师和这个学生 从这一天开始就不仅身体分开了 心我觉得也就分开了 呃瓦萨里在行文当中说的很模糊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两个当时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但是接下来小拉菲尔的做法 我觉得啊 呃可能是他的 呃不经意的 或者是真的单纯去追求艺术的执着的 但是作为老师来讲肯定不是那么舒服 那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这幅作品啊 注意就是在他刚刚出世之后来到了卡斯特罗城 然后他画的是什么呢 怎么会引起我们这些后人的一些无限的猜想呢 我们下节就讲这幅作品 来作为课程的主题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 啊非常感谢您收看我的节目 我是碎片 大家的艺术同路人 让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节目 好 好 好